一个星期前 随着加泰罗尼亚主张独立的九名领袖被判重刑以后 引起民间的反弹 一场又一场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几乎天天上演 昨天加泰罗尼亚独立派的示威者 他们甚至堵塞了机场交通 为了瘫痪机场 独派示威者甚至透过加密通讯软体Telegram来沟通 在机场航空大厦外聚集大约一万名的示威者 阻止机组人员上班 导致超过100趟的航班被迫停飞 说到这里 有关注新闻的观众应该会觉得这好像似曾相似 是的 因为这样的抗议手法 与前阵子香港的反送中示威有几分的相似 根据报道 有的独派示威者他们还模仿香港示威者 使用雷射笔来对抗巴塞罗那的警察 让人不禁担心加泰罗尼亚会不会变成第二个香港 西班牙自治区加泰罗尼亚因为争取独立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 已经持续了好几天 昨天 示威者聚集在首府巴塞罗那 往政府大厦丢置一包又一包的垃圾 入业以后 集会并没有因此解散 只不过这一次他们相对平静了许多 不再焚烧垃圾 示威者们相信 唯有和平示威才能更有力地表达他们的诉求 此外 西班牙看守政府首相桑切斯也在昨天发表声明 拒绝跟加泰自治区主席托拉无条件对话 桑切斯还说 西班牙一直对法律框架下对话保持开放态度 但托拉必须先强烈谴责发生在加泰地区的暴力行为 照片 桑切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